郑兴河元宵 制作记忆起源于1900年 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2017年 水墨元宵正式被列入盘解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元宵节到来之际 要吃老口味元宵的人有口福了 郑兴河元宵制作记忆的第五代传承人白晨 要教大家如何制作传统的五人元宵 元宵是中国传统小吃之一 白晨是郑兴河元宵制作记忆的第五代非仪传承人 从小的耳濡目染 使得白晨早已对这项记忆烂熟于胸 今天为大家准备做一份传统的五人元宵 我们所需要的是经过特殊工艺制作的糯米 把它加工成粉 然后需要棉白糖 花生米 青红柿 芝麻油 松车油 还有核桃油 在元宵的制作过程中 需要严格把握各种材料的用量 这样才能保证口感的始终如一 三斤面粉 四斤白糖 二斤花生 半斤芝麻 半斤松子 四两核桃 混合出滋味独特的馅料 而青丝玫瑰的加入 增色的同时也给予了口味完美的点缀 这个青丝玫瑰根据个人口味的不同 可以适当的多加或者是少放 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把这些馅料给它拌匀 压馅的要点是用力 确保馅料被紧密压制成型 这样才能保证切的时候不会散 馅料被切成均匀的一厘米建方 至此馅料部分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磨制外皮的糯米粉 我们采取优质的糯米 因为好的糯米它能使元宵的粘稠度更好 而且颜色更鲜艳更加亮丽 在恒温25度的环境里 我们取适量的米然后加水 在磨制之前 糯米要经过四小时的浸泡和一个半小时的拎干 拎干之后倒入石墨之中 细细磨制 我们在元宵馅和面粉制作完成之后 开始进行最后一步元宵的摇制 将切好的馅料方块放入水筛之中 入水浸泡 再倒入面粉之后不断晃动 很快馅料就被面粉包裹住了 过筛筛出元宵 再重新浸水 裹面如此反复三次 传统的正兴和元宵就做好了 成品水墨元宵 香甜软糯 滋润细软 尝一口正是小时候的味道 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